女主博再爆料說,淫官千萬包養 說要同歸於盡,所以她繼續向內地傳媒爆料 說要舉報淫官貪污 她說范月收入有限,但在她身上花了至少一千萬人 當時她問范月,為何要結婚買樓,但買了兩年都未有 如果壓力大,就先付首期 但范月說要一次過付,會不捨得買樓 記者問她有沒有懷疑范月的錢在哪裡來 記英男說范月好多朋友做商人,有些還一起做生意 還有六個電話號碼都是用別人身份證申請 平時買東西的收據,范月都會好小心拿走